重阳节将至以往青山区公所都会举办重阳敬老餐会与长辈欢度佳节 但近年来考量到长辈出门用餐不易餐会人群拥挤容易发生安全的疑虑 为了降低长辈的风险也让不能一起参与餐会的长辈能够共享节庆的氛围 青山区公所就特别准备了重阳敬老礼券 要对长辈心情付出至上崇高的敬意 往年我们都是办重阳节的餐会来庆祝我们青山区的重阳节的一个活动 那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时的停办 那后来我们就采用发放300块的这个超商的礼券的方式来给长辈们使用 那长辈们拿了这300块的礼券也可以自行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考量往年餐会长辈的安全及餐与不易问题 近年来改为致政重阳敬老礼券来传递公所惩治的新意 而今年礼券的面额为300元 自10月2日起连续5天在美田市民活动中心来发放 更为了减少长辈的等候时间规划分流来领取 而敬老礼券可以让长辈添购多样的日常生活用品 使用上既弹性又方便 同时我们现在也搭配这个我们金山区域的卫生所 来为老人家注射这个流感疫苗 那所以在今天还有后天 然后连续有四天会在这里执行注射 今年发放重阳礼券的现场结合了金山卫生所 宣导流感疫苗施打 并设立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站 天气尽量区长也请长辈要尽速的完成接种 以获得保护力 此外若是长辈未能于本周领取重阳礼券 也别担心 在10月9日至11月7日的上班时间 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的正本印章及通知单 到金山公所一楼社会人文课柜台 也可以办理领取 介绍品和金山采访报道